枪枪三圆形 咱们听王老师砍土耳其 这家伙真是意犹未尽 而且确实是引起我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土耳其 我有时候觉得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人的心灵 它会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 比方说他们讲 原来你比如说一方面在土耳其有的大学里 这女孩子的海滩 比基尼就是这样 但是它现在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看 现在清真寺周围100米 还是什么学校周围100米以内 现在已经不能卖酒了 或者不能够有什么 现在他们又会感觉到 有一些这种好像伊斯兰的话的痕迹 甚至是出于埃尔多安 出于政府意志的 在进入他们的生活 就等于 所以我觉得有点意思 咱们那天谈到 王老师你说 一个已经开放了的 就像西方开放 就包括像咱们改革开放 假如这个一个地方的人 他已经开放了 但是他还能回去吗 但是他的传统并没有消灭 你说咱们刚才看那两个美女 绝对美女 他们的服装 包括头巾 这种头巾在法国的学校里还禁止戴 所以它就是很奇怪的事 它和欧洲的文化之间的矛盾 实际很多 我原来第一次去土耳其是1987年 我住在他的那个 就是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旅馆里头 我就非常奇怪 因为我就看不出一点穆斯林的痕迹啊 它那个菜单里的什么都有啊 是不是啊 这个属于这个 就是猪肉的这些东西 它都有啊 都做得好好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可是你要往他的东边走呢 那他大地上还保持着原来的 起码他还保持着一个男人 娶四个老婆的这个法则 我也是只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 也感觉他这种世俗化的层面 和这种还保持那种传统的 伊斯兰教的 一到每一天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钟声 就会有一大片的人 包括店铺的人就在那祈祷 这都是完全是并存的 而且是和谐的 好像没有什么尖锐的冲突那感觉 可是实际上 它这里边的这种张力啊 就这种两个势力 要像拔河一样的 这种暗中的较劲 一直都是存在的 你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 比如我们那个 招待我们这个女的 她就是伊斯坦布尔人 而且也是一个世家出身 她自己就是 她是一个学者 而且她后来获得了 就是您说这法国的 什么法兰西学院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位 所以她其实是非常世俗化的 对这个西方的理论也很通 可是她是坚决的要捍卫 这些带头巾的女性 在学校里的权利 包括在法国 她都是站在这个 她又是世俗化 可是她又认为 我们世俗化的价值观之一 就是要包容 这包容就是说 你要包容这些伊斯兰教的 这些传统的这一部分 可是到了最近前不久 就去年吧 那个政变的时候 我觉得她就像这个朋友 她就非常的尴尬了 就那天晚上她说她正在一个 传统的这种婚礼当中 穿得非常华丽的这种 正在婚礼当中 婚宴刚吃完 突然城里就是政变了 一路上他们就在 就是说她就感觉到像她这种 已经是一个 她等于应该算 她那儿一个公知吧 就这种公众立场上 虽然算是呼吁就是宽容的 可是她也是一个 西化的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表 她感觉到一种就是威胁 就是这种民众的情绪 实际上在向回头 在向保守的方向在倒 可是你说她完全是 原教旨主义的那种 极端的也不是 包括像中国 她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 她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我常常说这么一个话 我说的是中国 但土耳其也一样 你拒绝现代化 就是自绝于地球 你拒绝传统 就是自绝于人民 这话金句 所以您得 您得 在这两者之间打太多 你得就是说 一边让它现代化 一边你把你这个传统 能保留的 还是尽量让它保留 您这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吗 也可能是 也可能 该让它接轨 得让它接上轨 你要对现代化 也要用传统文化的一些语言 假意解释 你对你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也要用现代化的概念 来加以新的发展 您说孙中山当年就是这么做的 共和 这本来是西周的时候 中国三代的时候的词 他用来说 咱们建立一个共和国 他这是民族 传统文化的语言 是解释这个事吗 但是我觉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 也很复杂 就是他好像是这个伊斯兰教文化里边 或者中东西亚也好 这个地区里边最成功的一个世俗化的变形 又选举民主政体 总统共和议会 然后又世俗化到了 比咱们这个世俗化的程度 连语言都改了那么多 然后有一批精英 包括军队都是认同这个的 对吧 这是凯末尔当时就干 凯末尔对啊 他非常极端的 比咱毛主席还要极厉 还要极端甚至 可是到了一定时候 就像钟摆 他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 咱们现在不是也传统国学什么的 也在往回找不忙 是吧 你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这种传统的认同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比较 这事情就比较微妙了 这个太极拳 他能不能打好 我觉得西方也是在 我觉得密切关注 也要跟埃尔多安搞好关系 因为他也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区的 关键部位 我前面提到 和俄罗斯的相似 他也是在中西之间 他恰好在这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我们那朋友就是说 我们这正好是在中西之间 所以他也说 欧亚之间 欧亚之间 他说你看我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一个长发 红头发什么这种 可是对他们那古老帝国 的记忆那简直是如数家珍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学习多了 我这个头脑也有点复杂了 比如过去听有些人讲 就是说干嘛非要统一 干嘛非要什么大国主义 搞这个干什么 欧洲人家那么多小国 甚至于还有人说 画家而至也挺好 甚至放出这种论调 后来啊我就 你比如说我最近看这个 李玲老师的一些个考古学的 这个研究啊 我就才发现啊 这个比如说一个强国梦 一个大国梦 它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它是你这个民族文化基因里 你比如说有些你都没想到 咱们今天说国 就是有个青铜系嘛 叫和尊 就是那里边最早出现中国 叫宅兹中国 中国指的是什么 国在这指的是一个城市 就是首都 我们过去啊 从古的时候 比如叫宅兹中国 那个时候说的就是洛阳 那意思就是说啊 我这个王啊 我从洛阳这出发 所以你看为什么北京 就感觉好像概括了全中国一样 就是实际上它这个意思是 一个中心 中国的意思就是宅兹 我就我从洛阳这个地方出发呀 我来腐化天下 基本的这个结构就是说 这有一个国都 就叫国 然后呢 最小的一圈啊 是我的王臣 他的彩艺 在外边一圈呢 是封建 封建就是诸侯 封的这个地方 在外面一圈呢 叫做这个蛮夷 这个这个 蛮夷 就是这两圈 它就一个 小翻棒 小翻棒 就辐射的这么一个 普天之下的概念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啊 从来就是大一统 你看从州灭了商 就是一个大一统 然后到他就 他就统合了 其实夏商周的这个 这个这个范围 然后到了秦 他就是统合了 战国七雄的这个范围 就整个这个国家的记忆 依照到一些原 这是清 这是疆土之大 因此你要说 你现在中国 他这个梦啊 就跟土耳其说的 这个强国梦啊 他是齐来有字的 对对 是吧 他不是说 简单的说霸权主义 这么简单 不是 土耳其啊 实际上 他的生产也很发展 是吧 他的这个什么 不是 俄罗斯承认 他们的蔬菜和这个水果 很大部分来自土耳其 我就是最近看 他们的文学作品呢 也不可庆估 我记得咱们在这儿 也聊过那个 就是洪 什么 叫洪 帕木克 什么 就帕木 帕木克 你不还见到了 对我见到一个 我还说到了 我说我们王老师说 很喜欢您那本书 对对对 他的文学也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他的那个 想树立自己的力量 想树立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都很自然的呀 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人 也想发展自己一样 并不是说是绝对的 反过来说呢 过去就是过去 现在就是现在 你说如果说每一个大多 每一个中古时期的 或者15世纪以前的大国 都恢复成原来的那个样子 那也不可能 而且我们现在说的 我觉得还是从那个中心的角度 就是从帝国的角度看 只要这个衰弱的帝国 重新在一起来 就像中国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又起来了 这个土耳其也是 我觉得埃尔多安底下 它肯定下边也是 这些年经济也不错嘛 它都得有这么一个基础 你从这个中心帝国地带的 不论从上到下 都有这么一个心劲 我们又回来了 老大又回来了 可是你要只要稍微换一个视角 它周边的这些小国 马上就紧张了 这态度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重新再回来 其实是要谨慎的 是要当心的 我们在这儿觉得 我们受了100年 或者200年的屈辱 我们现在要怎么怎么样了 可是那些小国 它从来是活在这些 大国和帝国的家分当中的 我们现在不是 刚才说土耳其 说那些库尔德人 他肯定不是这样看这件事了 还有他们那个阿美尼亚 那个大屠杀 他肯定也不是这样看这件事 对 有这些 他屠杀了那么多人 他到现在他不承认 他至少在公开 他只是民间有这样的呼声 对吧 要承认 甚至那个帕穆克 是不是也提过这些 但是政府是压着这件事的 帕穆克要是按土耳其 让土监给治了 他已经都逮捕了 对他进行审判了 但是欧盟派代表派多少人在那盯着 盯着 最后就说宣布无罪了 就是这 普通聊到土监了 这够土的 有看见就有土监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刚才聊得太高无见灵了 感觉又改革全世界了 王老师你难得来一趟 也关心一点下里巴人的这个事 而且你跟你们文学解释 刚才都说到这个作家都成土监了 对吧 中国作家有一个作家 他可以说很世俗 对吧 但是最近也在两岸三地惹起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您当文化部长的时候 我肯定很熟悉他 我们见过面 我请他在北京饭店吃个饭 琼瑶 琼瑶和平心涛 而且把这夫妇俩还请到我家里 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北小街46号 一个小院里头 还坐了一会儿 还喝了什么铺子酒之类的 我还介绍他到我的书房里 我跟说你看看我这书 琼瑶给人的接触当中印象非常好的 很温婉 很普通 很谦虚 平心涛先生 平心涛先生给我印象也挺好的 但是怎么现在跟这个平心涛的前妻的子女 在关于平心涛啊 插不插这个鼻胃管的问题上 打的 这个新闻 你说还真是这真是叫下里巴人 就是老百姓真关心这事 我这第一次不是从报纸上 也不是从微信上听到的 是在菜市场 我就不是富士店 我去买菜的 听着两个卖菜的在那说 你说这琼瑶他们家 这老公这插管还不插管 你说咱们那父母真的有这么一天 咱们是插是不插 真的 真关心这事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过 因为这个琼瑶阿姨崩登发一文章 说我将来啊 这个这个百年之后 呃就是什么管子都不能给我插 对吧 现在才知道啊 他那个时候是跟子女吵架的 他这是一个姿态 然后呢就是因为平心涛 蝉绵病态 失智症 我不知道失智症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的老年痴呆症 台湾的叫法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对现在就是说医生要插 对脑软化我估计是 哦 什么叫脑软化 脑软化不一定要插管 他还中风了是不是 就是脑 本来就有失智症 但是呢 呃中中中风了 所以呢 现在就说据说这个琼瑶呢 也照顾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原来立有一个一个嘱托 就是说当我病危的时候 平心涛啊 就是说那我不要给我插管啊 进行这种损伤性的这种抢救 但是这个子女说了 前妻的子女说了 说这没有病危啊 说医生没有说过病危啊 他那那没有宣布病危 你为什么他就就就要插呢 这个琼瑶就像他电视剧里的人物一样 哎呀我错我错都是我错我不管了 就就我我给他戏剧化了啊 其实就在这里边 我都看了那些 八卦又出来了 前妻子女们原来心里还有个还有个情节呢 对吗 就您当年 这个 把我这个父亲给撬走了 你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快乐 建立在我们母亲的痛苦上呢 哎 王老师 您这个呀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 我今天收到作家文摘 上里有一篇文章 是我因为我来得太急啊 我没看清楚谁写的 叫做就描写平心涛的幸福生活 哎 就陪 陪琼瑶老去也是浪漫的 哈哈哈哈 名字就很琼瑶 名字就很琼瑶了 就说那意思 俩人生活 虽然晚年了 也并说晚年了 人比我都年轻得多 这个 虽然年龄见高 但是仍然过着幸福的 而且是浪漫的 是充满了情爱的生活 结果现在又出这么一事 所以这证明什么呢 这别人的私事啊 说不清楚 说不太清楚 我们就是 从我个人来说 至少我们见过面 一块吃过饭 一块都表达的都是友谊 我祝愿平先生呢 病情能得到缓解 最好能够康复 我也希望这个琼瑶女士呢 不必生气了 一块商量着 人都到这时候了 谁都有年龄大的时候 是吧 另外跟这个之前 原来的子女的关系 很不好处 我一想就不好办 这事 咱们这绝对出不来好主意 我告诉你 他们只能憋着冒点坏水 这王老师是忠厚长者的看法 但是这里面也确实涉及到 他作为这样一个 在他的小说 他的电视剧 这个影响曾经这么样的大 我倒觉得呢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这些电视剧 但是我看了一个女作家 可能是写的一个公众号 我倒觉得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呢 他说琼瑶的这个小说 当年影响过一代人呢 对吧 他说琼瑶这个小说 包括他的电视剧 他说我看来看去 看他最后他有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只有我的感情 就是我的感情是全世界 我爱上带着他 你不让我爱 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他很少想到换位的思考 你这是用理性的观点去 人家彻底 文艺小说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我就是全世界 而且我就是一个彻底的感情动物 你要因为会用脑子的时候 哪还有这么多浪漫啊 这马上就变成柴米油盐 变成利益的计算了 是不是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讲文学 是人学啊 我是说呀 像这个问题 烟雨萌萌 插管的问题 人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您甭穷摇 摇穷也不行 是不是 你再伟大的任务也不行 为什么安乐斯现在 得不到明确的执行啊 因为就会 就会有很不同的看法 甚至就会有人借此犯罪 既然他已经病了 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了 我正等着拿他的财产 穷摇现在的意愿就是 还不叫安乐死 这也是台湾现在的促进的 叫做尊严死 就等于是消极的放弃治疗 不积极治疗了 我就是觉得 很多问题是人类没有解决的 王老师 这个就是说 您是老共产党员 就马克思为物主义者 对吧 我不知道讲这个 您开心不开心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像您这个年龄 您对这种问题 您有什么打算吗 有什么考虑吗 我跟你说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 我也不希望任何破坏性的那种抢救 比如说把脖子拉开 这样子弄一根管 然后一连就这样活多少年 我就不好意思说是谁的这种情况了 我觉得确实非常痛苦 我相信一个人到该走的时候就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 可是这事现在是 您要不预留医嘱的话 由不得您 他有这个问题 您现在对这个态度 下次江家三营让我念一个声明 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 起码有几类 这个事你真是一时说不清楚 我也知道 也有这种高龄的人 说脖子拉开了 干什么 过了一个月 好了 又活了一年 才死了 那你说你这样的话 他这个也值啊 是不是 这一年也不容易 你想这一年我还能喘气 我还能 不能散人行了 我至少跟我那个小狗说说话 而且这种事吧 一个家庭里边 你现在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 后妈和这个 应该算什么 太困难了 我就见过一大家子 比如说五个儿女 谁都不开这口 就是说这个父母 有一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就是插管子了 其实等于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了 那么这五个子女 这怎么办呢 医生要听子女的吧 谁都不开口 因为谁开口谁是罪人 谁是不孝之子 是吧 不孝子孙 中国人更难开这个口 最后吧 我知道这都是我身边的人的真事 就那个最小的那个 比如五个子女 这个最小的那个开了口了 说的不治了 所有其他的四个人 全松了一口气 其实心里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父母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 而且他很痛苦 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就这么决定了 大家都不说话都同意了 最后这事办了 但是经常是没有人能开这个口 您比如说 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要过去更不能开这个口了 现在呀 他已经大家 比如这人确实看着他非常的痛苦 也绝对没有治愈的希望 这种事的话呢 我们会考虑让这个就是病人啊 这个老人呢 能够减少痛苦 您说这尊严呢 还真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有些老朋友 就是学医的 他们就说起这个话题 非常的激动 他就说这种过分的治疗啊 让人的尊严毫无 你说这就是 又该有的反应也没有 这插着一根管 那摁着一个机器 然后是屎尿呢 什么各就都 你可以想象 你人总之我走这一趟 对不对 我这对社会 贡献大也好 贡献小也好 我该这么走了 我就这么走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符合常理的 现在有人提这个 就在中国的语境里边 我觉得也挺难得的 就是那个陈娇鲁 陈娇鲁 他们好像在做一个这种安乐死 我也不知道是见 有一个 还不是安乐死 就这种尊严死 尊严死 他这个东西还要有法律程序的 你必须由你明确证明是你的意愿 这个在具体手续上 而且是给你是清醒的时候的意愿 对啊 所以他们在传播 就不会说话了 再让你 对啊 我都收到过 在这种微信群组里收到过 就是参与的朋友 就说大家传播这个 就是当然那些群组里边 有一些朋友已经是 比如说就是退休年龄了 或什么 应该考虑这个 必须在你 你完全健康的时候 你要留一个话 你要表示这么一个意愿 对 因为谁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你会出事 这个也有复杂的法律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你的意愿 你有没有做出判断的能力 那得有公证什么 而且就说 琼瑶他们家的规律 跟一般中国人家里的规律 相反 一般现在中国人家里的问题是什么 孩子往往倾向于 不治了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老伴 受不了 这就有 有时候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啊 就是这个 夫妻 这一辈子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说啊 你有时候 对你觉得躺在床上的 这个很可怜 可是啊 他就是他的半条命 你知道 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老人啊 你要是让他 他呀 哪怕喘着气 这个老人 还有点活 他就还能活 就往往 你要让他走了 这个老人崩溃了 有时候就很 这是很难办 是是是 刚才说到那个 我倒觉得也还有另一面 我们还得看到 你比如说穷瑶也好 平心涛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在事业上 相当投入的人 平心涛人家办那个 出版的事业 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这种事业上非常投入的人呢 也可能在这些事情上的想法上 会更 达观一些 更达观一些 也更 更实事求是一些 我是觉得 所以 但是他现在自己不知道了呀 这个 我个人希望他们和子女的这些 问题就很快就过去 对 咱们被他们想 也别拿这当真 当个什么话题 对对对 也不要让它成为话题 这也成为什么话题 这王老就是提高了 我们的道德水平 是 穷瑶的小说 您怎么看 穷瑶的小说 算通俗小庄 算 因为他心意还是都很好的心意 我觉得 是吧 是吧